正所謂高鐵高鐵,人少時高速的鐵路,人多時每截車廂都逼得像高速地鐵一樣 廣州南站在過去一年就實現了這個 春運時又不是說迫爆,暑假時又沒有說迫爆 就是這個,中秋時實現了,逼得好像站位一樣 上車後很多時候都要繼續站到下車,都可以的 最多都是兩三個小時,普通人都站得到 反正買了無座的乘客,基本上是沒得坐 有可能他們就是,專責了直接坐在地下 畢竟很多人就在終點站才下車 真的不是說叛途下車那種 就是幾百個人差一個座位的情況 又在2023年出現了 不過選擇鐵路出行的那班旅客算是聰明那種 不是說搭飛機那種被人劏 又不是說自駕那種得過失 由於一些韓詩的判斷呢 就是有點離譜,有點離題和不準確 所以機票他們是提前升了價 於是乎一關群眾就看到機票這麼貴 就算是鐵路出行或者自駕 搞得人均是需要八到十個小時才可以開車離開豬三角 有人提前了半個月買機票 當時都是2700元 現在最近幾天機票降價去到1700元 很多人選擇重新買,然後舊那張就退票 不過都是長途才對 或者是乘飛機 對於一些短途旅遊 即是廣東去廣西那種 甚至是廣西吳州那麼近那種 就比較麻煩 據說就是那些一連隻開兩缸友的司機 都是選擇在黃金州出門 所以變成了在沒什麼特別事情 沒什麼特別事故的情況之下 那些高速路都可以 即是塞了十個小時 地鐵都是出現了一個迫爆的情況 有位市民他就是 要什麼電腦回家加班的 誰知道那個電腦在背囊裡被人迫爆了 有一位市民他用了破紀錄的十二小時 都還沒開得出這個珠三角 現在進入了一個電車時代 但是珠三角某一個服務站 就被人說就是只有四條充電裝 但是等待充電的車車大概就有四百部 於是又是變成了大排暢落 大家又是前夜尾面在等充電 據說就是有些市民打算回湖北 那個距離其實一般建議 起碼動車出去走的最好是飛機 那開車的確是太遠了 來回都已經壓整個月都要了 那這輛小司機就是急到 不是急到的了 是塞到沒辦法 於是就說行那個應急車都 但是呢 將同上發的人多了 又變成了那條應急車道 在某路段都是塞了起來 那富滿大橋呢 亦都是出現了一個排隊的情況 那就沒什麼事的 只不過呢 就說第一部車就是比較慢的 於是就慢著慢著 後面就塞住了 那主要塞的人呢 就太多了 那所以呢 他們都在網上互相找消息 然後就是 看看真的是不是前面有什麼事 要不要改道 那其實呢 他們想改道的時候呢 都是來不及的了 而且呢 通常前面一般就沒有什麼事 完全是 塞了那麼多條路 沒有一條路說上新聞 又說有什麼事故 沒有的 就有很多大聰明 就是想著說 9月28號做完事 8點鐘 9點鐘 有些7點鐘 就說 開車就出門了 但是呢 有相同想法的人呢 大概有10萬個 於是乎呢 他們又在同一條路那裡見面了 塞住了 就通宵了 一起呢 睜大眼到天亮了 有時候真的覺得 這個世界是有偏情的 真的 做什麼都是一窩蜂 但是呢 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之下 做同一樣的事情 羅湖也是有時候又塞了起來 據說呢 就是福田比較不太塞那種 往年的機票呢 都是越早買就是越便宜的 但是今年呢 那些航空公司呢 應該是集體的發展韓的 就是這個黃金咒那陣呢 就是升價 但是呢 就沒有遇到說全世界都在消費 降級的 不過其實呢 國內航班單程呢 超過一千都是很貴的 更何況呢 它 價格呢 就加到二千幾三千 不然人家會搶好 今年也是逼到六匹貨車呢 都是出動賣那種 還是月餅帶少了 人家還有放手 哎呀 今期呢就塞到這裡了 祝大家中秋快樂 還有